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容小觸的 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邀请到 来自台中的千富金蜜 来跟我们聊一聊 欢迎总经理赖明村 家宁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这几年其实大家知道千富比较多的 最主要是我们是 美国最大的军火商合作厂商 可以分享也跟我们聊一聊 我们所谓做的 是爱国者三行的哪一个部分的零件 OK 我们其实跟洛克希德马丁这家公司 合作的时间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 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主要是做了所谓的 爱国者这个系统的控制箱 主力是控制箱为产品为优先 这一张图其实是洛马 他们帮我们做出来一张示意图 因为今天毕竟没有办法 把实际的实体带来现场来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大概如果说就这一张图 我们的控制箱是在哪一个部分 基本上控制箱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它的作用是什么 当然它最主要就是控制这些 这些飞弹 就是爱国者这些防御飞弹 然后它到底要不要 什么时候要发射 要发射往哪里去 对 主要是这样子 但是像洛马来讲的话 他们在每一个部分 其实都非常的注意 也很小心 也很谨慎 像我们在台中厂 还特别做了一个独立区域 是为了生产他们的零件 没错 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些 所有的生产的区域包括人员的管制 都是受所谓的挨踏的管制 这是从美国国防部的一个要求过来的 所以包括独立的区域 包括独立的管控甚至进出 包括所有的人员跟资料 其实都是需要受到相对的一些管制 过去我们知道洛马他们其实是有 自己在德国那边有一间合资的厂商 但是后来我们是什么样的因缘计会之下 成为他们最大的供应商 当然做这个控制箱 主要一开始的起源 应该是透过所谓ICP 就是工业合作的案子开始 也很荣幸因为我们在洛马 在选择台湾的供应链的时候 选择了这个潜伏机密 来作为它的主要的供应商 所以我们是经由ICP的案子 开始去做这个所谓控制箱的部分 主要是因为从这里来的 现在的订单大概一年有到多少 目前大概一年 我们平均大概可能大概都在四五亿上下 不一定因为看需求 不过在这一年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因为缺工还有缺料的关系 好像在军工这一块领域有稍微比较保守一点 但您看未来这个前景是怎么样 其实大家都知道地缘政治的影响 其实尤其在最近乌尔战争 消耗掉很多很多的军需品 相对的来说 这一两年刚好又因为 尤其在不管在美国也好 在全世界其他国家 尤其像欧洲也是一样的情况 受到人员的影响 受到物料的影响 其实整个的供应链的供应 其实不是那么顺畅 所以连带的也影响到这些军需品的供应 当然这个是一个相对就是你供应不及 然后消耗量有很多 所以看起来是有很多被品都被拿去用掉了 相对我个人觉得应该在后面 这个需求会慢慢一直会加强 这个力道会加强 甚至会很快地会浮现出来 以目前来看 因为物货战争的关系让全世界各国 大家或许过去对于战争会觉得说 离我们好像很遥远 现在变得好像是可能就会发生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就近在眼前了 如果您来看未来的话 大家会把这个列为是首要 比方说像我们的国防预算 已经连续五年都是增加了 现在已经到5800多亿了 您怎么看未来的前景 假设我们不是跟美国合作 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可以接到更多订单 其实台湾这个部分 坦白讲它主要主导的是在国防部 跟中科院这个部分 尤其在武器这个区块里面 这个部分 如果说国家的需求 当然会把整个供应链 带给所有全台湾的厂商 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 当然因为可能我们比较有一些经验 相对的有一些经验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当然 市场规模变大了 其实饼就变大 所以大家都会有更多的机会 去争取到这些点单 总经理刚刚谈起 我们跟洛马的合作 其实是从十多年前开始 你要不要回想一下 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 双方会开启这个合作的关系 这个部分主要我想有两个 当然一个是ICP 就是工会合作 工赫小组这边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 其实一开始 可能也是透过汉想这边的一些帮助 然后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 应该讲就是 进到这个所谓门槛里面 去跟大家一起 再从一个条件下去竞争 也因为我们过去 其实有一些累积的经验 包括我们在精密加工 包括我们在特殊焊接 然后这边其实建立了一些能量在这里 然后也让洛马认同这个部分 尤其像这种控制箱 其实最主要的部分 除了加工以外 其实它另外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在焊接的部分 所以焊接是它所谓技术 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吗 可以这样说 以这个case来说 除了在军工的零件之外 我们还有很大的领域是在光电 还有半导体 能不能帮我们谈一下 现在以我们营收占比来讲的话 各占多少 以目前来讲 光电的一些面板设备 还是我们现在目前营收的主力 大概占了将近四层五到五层左右的比例 然后另外一个大的区块 大概就是我们半导体相关的一些零组件上面 目前的话应该差不多在20%上下 对 因为我们亲父来讲其实非常厉害 总之你说的很含蓄 但是其实我们在国际上都是一些大客户 当然因为像这一些 不管是面板设备的主导厂商也好 或者是这些半导体设备上也好 基本上这些系统厂商 我们叫系统厂商 是 几乎都是一些 刚刚提到这种国际上的大客户 因为全世界大概前五大 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像应用材料 iSMO或是LAM Research TEL 或者是KL TENCO 这一些厂商 当然我们也都有跟它有一些联系 但是过去这几年来 有很多的这些半导体设备大厂 都渐渐的把一些制造的重心 移到台湾来 相对的也给了我们一些机会 是这样子 不过在这几年地缘政治 大家不可不去重视这一块了 很多的厂商甚至谈到说 他们的客户都要求说 要所谓的T加1 如果说以我们亲父来看的话 您认为地缘政治对于台厂来讲 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因为电政治这个部分 我个人觉得 对整个所谓的模组或系统厂商 影响会比较稍微大一点点 当然坦白讲 一旦台湾被封锁了 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出去的 大家担心的是这一件事情 所以像刚刚提到的一些设备大厂 确实是会慢慢的会要求 或是希望我们把一些能量 可能在另外的地方再去扩充 比如说像东南亚或是印度 或是在一些一些其他地区 对我们这种所谓的 以制造为主的厂商来讲 其实坦白讲是有难度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办法在这个所谓 生产基地移转的过程当中 去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因为毕竟你设备原料 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动的 那你需要再做一个新的厂的投资 在人力跟训练上 其实需要花蛮多成分 我们的很多来宾也跟我们聊到 就是说台厂供应链 应该会有转单的效应 但是如果以长期来看 他们认为说 这是必须在考量 在资本支出的时候 你必须涵盖进去的 对可以这样说 因为这个部分大家现在目前 不管是像大家如果在看 半导体的生产制造也好 其实都慢慢走向 所谓在地化的生产制造 相对的设备上 其实也慢慢的会有 这样的一个需求产生出来 一部分是大家为了分担风险 另外一块其实也为了 要就近去供应 因为这几年的疫情 其实大家的强调就是 短链的供应链 这个其实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总经理刚刚有谈到 在所谓的地缘政治 加剧的一个情况下 很多的台厂都在考虑 所谓的T加1 他们必须要为了客户的需求 往国外去 但是您坚持 我们还是以台湾扩厂为主 原因为何 当然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毕竟 第一毕竟是比较好管控的一个部分 那相对的来说 有很多的这种机密零组件 它在移转的过程当中 它的难度会比一般的传统的 比较相对简单的零件 是难度是高的 因为像我们在做这些零组件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 关键的能力可能不是只有一个 你可能会有机密制造 你可能会有焊接 另外一个可能是你后段处理 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 那这又会牵扯到很多所谓认证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客户 个别的需求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还是比较希望客户是以 因为我们一直以自己叫做 全球的供应链的角色为主 所以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线索 说以供应台湾为主 所以相对的我觉得 如果可以 当然我们是希望客户可以买单 我们这样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在过程当中 从我们自己的制造成本来看 我不认为说 外移它能够创造更低的成本 或是更好的品质 所以在这个部分 当然后面未来可能也会面临到 所谓客户在地化生产的一些压力 我们只能够保持弹性 总经理刚刚跟我们谈了 所谓的军工 还有光电跟半导体领域 不过你可能很难想象 千副其实一开始 我们是做智鞋的机器 智鞋的设备起家的 对 千副其实在应该在四十几年前 其实一开始就是做智鞋设备 当然早期在台湾 在所谓智鞋王国那个年代 其实那时候的品牌叫全峰 其实也参与了 这整个智鞋王国的兴起 那当然后来 因为又分支成立了千副事业 他也透过一些因缘机会的关系 然后开始去做这些所谓的产物工程 也顺利的上市櫃 那千副事业后来又回来把 全峰事业合并出来 然后大家一起上櫃 那当然像刚刚讲到的 这个智鞋的部分 跟我们这个千副机密这个部分 其实过去来讲 都是属于全峰的一个部分 那千副机密是应该是在2019年 正式分割出来 对 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可能对客户来讲 有时候会比较 因为我们的客户群也好 或是我们的这个所在的领域也好 可能跟原来的这个 潜伏事业会有一些差别 为了要经营上的一些独立 甚至为了要更好的这个 客户服务也好 所以我们把整个公司另外独立出来 主要是这个样子 我想我们在这个部分 这个全峰或是不管是全幅也好 其实应该有相对的一定的贡献度 只是它是比较隐性的 因为它是背后的设备制造 您太客气了 那我好奇 就是在我们所谓的 黄金最辉煌的那个时刻 我们一年大概智鞋的设备 可以出到多少量 其实因为智鞋设备涵盖的方法 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从传统的裁断 结帮 甚至一些打钉的机器 其实种类是相当的多 我们过去来讲 其实最辉煌的年代 我觉得我印象中我们一年 大概可以出到2000多台的机器 2000多台 这是外销到全世界多少个国家 我们应该累计外销超过60个国家 60个国家 甚至我们还曾经得过 第19届台湾金瓶奖 那个时候您觉得这个智鞋的机器 之所以我们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关键在哪儿 因为智鞋设备来讲 其实因为大家可能穿鞋子穿习惯的 都不太会去特别注意 其实它变化是非常多 也非常细微 我觉得简单你来讲 家里脚上穿的鞋子 可能跟我脚上穿的鞋子 其实要制造的设备 东西是配件上面是有非常大的差异 应该都不同 我是拐大鞋子 你是黑鞋子 所以完全 其实同样一台设备 但是它可能所有的配件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在做智鞋的过程当中 不是只有做一个号头的鞋子 就必须可能从5号一直做到10号 中间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鞋子 所以这个 它要有一定的变化跟弹性能力 才能够有办法去符合这样的设备 所以有时候在制血 当一开始是用手工 大概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你又必须用放到设备的时候 你的设备的弹性跟灵活度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们也很好奇 当时候我们已经设备机台 可以外销到全球60个国家了 什么样的契机之下 你们会想要来转入到不同的领域 制血设备这个部分 它毕竟坦白讲 它有所谓的天花板 它的规模大概就是这么大 全世界当然一年可能几十亿双的鞋子在销售 但是问题是说 它一台机器可能一天可以做几千双的鞋子 所以它的量并不是太大 那它也过去来讲 当然也可能 我们来看可能是比较劳力密集的产业 那过去在三十几年前 可能老板 当时的老板在看这个未来产业的发展的时候 它觉得可能在航太领域里面 公司是有一些可以发展的空间的 那也配合了当时的政府的一些政策 去发展这个所谓的新兴师大产业 那所以我们才会进到这个航空裁决里面去 不过那个时候很关键 其实也跟我们跟日本引进了所谓的CNC这个机台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们的机器仪器足够精密 它原本是制造鞋子的哪一个范畴 后来拿来做所谓的航太领域 做自鞋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过去来讲 是自己生涵零件 自己设计 然后自己组装 然后去做销售 但是刚刚讲到 其实在做鞋子的过程当中 其实做自鞋机这个部分 其实你一开始的动作 是要去模拟所谓手工的作业 你是要去模拟手工这个作业 所以相对来讲 它就不会是一个直线或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曲线去完成 所以我们会引进这个日本的所谓CNC的设备 主要是为了要去生产一些特殊的 比如说符合鞋底那个鞋面的弧度 或是那个角度 它可能有一个特殊的轨迹 行进的轨迹 所以我们为了让它标准化 为了让它快速可以生产 所以我们才会去引进这样的 自动化的设备去做 这个部分的领主剪夹工 那那个时候汉翔怎么会找上我们 因为汉翔一开始在那时候的航发中心 那再开始在台湾 不管再做AT3的维修也好 不管再后来再开发IDF也好 因为那个时间点 我记得大概三十几年前吧 那时候可能在一般的民间里面 其实传统的CNC设备并不多 尤其是日本进口设备又更稀少 所以他在这个设备的过程当中 他就可能也发现了 因为我们其实就离着汉翔很近 就找到我们 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去 去解除他开发一些比较特殊的紧密银件 是这样子 所以也是因缘忌讳 当然也是因为我们设备足够的紧密 才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现在看起来 汉翔可以说是我们国内这个军工重中之重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那现在我们看起来 政府在增加这个国防预算 汉翔他拿的单多 对我们会不会受惠 当然会受惠 因为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当然我们还是汉翔一个很重要的供应商 他也是我在航空产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客户 所以我们是相互一路互相扶持到现在 一路到现在 但是我们还要来谈 就是说所谓的美国最大军火商 洛马 那他跟我们的合作关系 其实他早上我们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技术很优良 那总经理您怎么看 以我们台厂来讲的话 怎么样跟国际大厂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当然台湾其实从过去给别人的印象里面就是 你成本很低 然后你很会制造 很会生产 那当然以往下在这个区块里面 其实你做得好 其实人家不见得会买单 因为其实他有一些门槛在的 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在讨论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符合这些国防产业的这些条件之前 其实你要先通过一个 就是我们叫资安认证的系统 对 因为资讯安全这一个部分 现在目前在 不管在美国政府也好 在美国的国防部也好 其实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部分 那未来这个会 资安条款会附加在每一张合约上面 所以你必须先把资安做好 你才有资格拿到这个订单 对 所以一般来说 像我们在跟这些美国 或是国际的这些 应该讲军工产业厂商来看的时候 通常第一个是这些厂商 他认为你如果觉得你的所有条件是OK的 他会先把你的资料送审去给 不管是美国国防部或是谁 去做完审查之后 他同意了 那这个厂商才可以给你这些相关的资料 你才可以去进行所谓的报价这些动作 所以相对的来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前期的准备 跟你不管在能力上面 在这个刚刚提到的资安或系统上的一些要求 是 所以这一点算是资安我们得要做到最好 你才有资格去打国际杯 才有办法去跟国际的大厂来做抗衡 现在看起来其实我们在航太领域 大概占我们营收也有一成以上 去年我们都看到沃尔战争 让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但是新链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有没有机会有一天我们也跨入到这个领域去 新链其实在台湾当然有一些现有的供应链 确实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当然也期望说我们在未来的过程当中 可以去拓展在不同的这个领域里 尤其像这种像航空相关的部分 那但是我必须诚实讲 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整个的 我们讲叫低轨道卫星这个系统里面 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的系统里 整个的这个它的 ecosystem里面 其实在属于真正这种结构建制造的部分 天气它的比重是相对很少的 它最大的可能在service 可能在这一些传输跟电子的源线这边 其实是最多的 当然现在大家都想要去做这个部分 那其实重点应该我觉得应该再回过头来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厂 国内的这一个系统有没有办法去建立 是 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好那没有办法建立的情况下 你又没有办法跟国际接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是还蛮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当然台湾现在很有的这一些所谓 半导体跟电子零件很强 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有绝对的竞争力 但是相对的来讲 你可能在我们刚刚提到一些结构 甚至设计 那这个部分坦白讲是比较弱一点点 那我们可能要在这个部分去做一些补强 然后才真正能够把它拿到跟国际竞争 其实总经理您是科班出生的 您读的是高雄工专的机械科 当时候您一毕业就进到我签付了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那个时候您进来 你肯定没有想过后来公司会跨到这么多的领域 这么多的范畴 您一进来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部门 其实我一开始是在设计部门 机械设计部门 其实我也算很早在开始 在台湾使用3D绘图软体的其中一个人 早年大家都讲说实事造英雄 那个时候台湾真的是各个领域 你只要肯做 其实你就会有蛮不错的一些发挥 不过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现阶段的台湾 各产业的老板都说 真的缺工 所以没人知道 以我们签付来讲的话 我们相对来讲还是算所谓的制造业 您觉得要怎么样吸引人才 我们有碰到缺工问题吗 坦白讲难免 因为毕竟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科学园区里面 其实我们隔壁就是美光 可能在远一点同一个园区里面 还有台积电还有其他这些 牛达这些大的公司 制造业来讲 当然它本身的业态跟这些公司 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说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实作 手作或者是希望是有一些 把东西从武到有 甚至或者说把这个东西 想办法把它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其实我们可能比较锁定的 大概是像这一类型的人云 就是希望他可以有一些 自己的发展空间 或者说他可能在东西的改变 他希望去改变一些东西的外形 或是给他一些不同的制造的进入 然后产生另外一个东西出来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 我们希望说不管是 我们能够吸引到这样的人也好 或者是说 我们能够把这些人找进来 对我们来讲 缺工其实各个产业都会有发生的问题 我们希望的是说 从学校里面开始去 慢慢去找到这样的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建交合作的部分 就从学生开始 另外就是我们可能会从 其他不同产业的人 如果说他有兴趣 我们也希望他可以进来 比方说像我们媒体也有机会进到制造业吗 媒体坦白讲比较难一点 但是我们说 现在其实所谓的工业4.0浪潮来袭 大家都要谈所谓的智慧化 以我们千副来讲 我们接下来在嘉义要设的新厂 就是锁定智慧工厂 其实就刚刚你提到的问题 缺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另外一个其实对我们来讲 就是因为毕竟是第二个工厂 第三个工厂 所以你在管控上面 你没有办法再花太多的管理人力 在那个地方 你就必须要去减少它在人力上的使用 跟让它制造的程度可以更智慧化 甚至远端如何去做一些及时的监控 这个都是未来在这个工厂里面 必须要去做的部分 所以智慧化跟自动化的部分 这个是未来在这个工厂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軸 在我们这个智慧化工厂 您预计大概可以比原本传统厂 大概省多少人力 我的目标是一半 一半啊 对啊 但是如果说真的省了一半 就算我们台湾真的少子化身了切工 但是那些人才以后大家会往哪边去跑呢 如果说 未来这些人 当然现在其实很多的 可能会往媒体 或是往像一些软体上面 甚至可能服务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区块 对啊 因为大家在谈AI 或者是在谈这个自动化 其实希望的是把这些人控出来 他可以更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对啊 而不是说你今天这些控下来之后就没事做了 这也不对 那以我们新厂来讲的话 在公司的四大领域会锁定在哪一个范畴 目前来讲 我们应该会以所谓半导体服务这个部分优先 然后再来看就是说 我们现在未来在军工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更大的更多的客户进来 然后第三个应该就是 我们现在目前在这个光电产业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些新的品项在谈 对 刚刚总经理其实有谈到我们光电 大概涵盖现在营收大概是四成以上 不过您谈比较有前进 好像是比较看好所谓的航态 还有半导体 那光电这一块呢 光电这个部分基本上因为 显示器这个技术来讲 其实它是一直在做世代上的变化 它的决定的因素 大概包括了一般就是我们常看到的 就是解析度 再来就是尺寸 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材质 材质就是可能一般传统玻璃 然后现在是显示器的材质一直在变化 所以基本上会从这三个大方向去做 应该讲就是显示产业的变化 所以当其中一个因素变化 不管是解析度变化 质量变化 其实都会有新的设备的需求产生 所以短期内看起来当然应该还看不到一个 所谓显示器发展到极致终点的现象 如果我们以研发 以开创来讲的话 当然是看不到它所谓的天花板 因为大家的需求一定会是更好而已 而且应用会越来越多 没错 但是现在短期阶段看起来 因为高通膨的关系 所以终端需求 包含连台积电他们也讲 终端需求是在往下的 以这些3C还有高科技产品来讲 你怎么看 从显示器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现在目前在这个阶段里面 大概是在所谓用传统的TFTLCD 转型到OLED这个阶段 当然台湾一直在讲这个MicroED 当然可能 坦白讲这个部分可能台湾比较积极 其他全世界的这些国家 可能看起来目前 可能相对的没有那么积极 所以在这个阶段看起来 下一代显示器的阻力 应该还是在OLED上面 对 所以包括可能 未来大家的家用电视 可能会慢慢的转型到 OLED上面去 总经理您本身是一位专业经理人 您真的是从基层的员工 一路做到总经理的位置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 国内的这些就业的市场来看 您如果说所谓的向上管理 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 这些大家白领阶级 蓝领阶级一些建议 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面 都必须要去想办法去创造 自己在位置上面的一个价值 那如何 第一当然 你要先自己有这样的 不管是能力或能量 这是我觉得是充实自己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管说今天公司是不是 或是老板能不能用到 这样一个能力或能量 自我充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谓的自我充实 是去攻读一个学位 还是说我写杠 我去学不同的能力 还有领域专业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是 就是说你如何让自己 能够尽量吸收你 不管在产业上接触到的东西 在工作上接触到的东西 或者在你生活上学习到的东西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 蛮重要的因素 因为你学了 你把它放下来 不见得马上会用得到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用得到 但是我觉得如何 在随时想办法去充实自己 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 如果以你个人的经验来看的话 当年你也是一位 跟大家一样 跟同才一样是基层的员工 那个时候您做对了什么 才能一路的比较顺利的往上升 就整个职堂的生涯来看 我的观察是我觉得 好像我一直都有一些新的机会产生 不管说你植物上的调动 或是在位置 就是这个 或是说你在做一些新的东西的 因为我们是做设计的 你在做新的产品的开发也好 那你好像都有一时有一些机会 那你有没有好好去把握这出现的机会 然后让它这个机会变成是一个 不管是它原来的是一个梦想 或是一个创意 那又变成是一个 落实在现实上的东西 像公司这些年您看到 这三十几年 一步一步的跨到各种 不同的范畴不同的领域 您心里头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 当然公司从可能一开始的 一两百个人 然后慢慢又扩充 然后又踏到不同的领域里面 然后甚至也让公司整个 只是规模 现在几乎逼近上千人的一个规模 那我觉得 当然对千富这整个过去来看 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觉得其实 不管在全宏时代 在千富11的时代 或是在千富机密 其实它跟过去整个台湾的经济的发展史 非常非常的贴近 比如说从轻工业的自协开始 一直到军工 甚至到一般的产业设备 甚至到半导体 这个其实 你说我们好像跟着这整个时代的脉动成长也好 或者说我们也刚好能够符合时代的潮流 对公司来讲 当然这是一个长期发展很重要的因素 你也必须看到 未来的趋势往哪里走 要该往哪个地方去努力 像以你个人来讲的话 你是对机械有高度的热忱 其实还好 我个人觉得是还好 当然因为过去有一些经验在 当然你现在回去看每一个东西 你就觉得 你会从你自己的本质学能去看这个东西 到底它有怎么制造 怎么去弄出来 应该是说过去的经验累积下来的一个成果 回头看 您在签赴这三十几年的光景这些时间 如果说要讲一位贵人的话 您会最感谢谁 客户也好 或是您的长官也好 其实过程 坦白讲 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不同阶段 一定会有各种不同阶段的一些贵人 不管是我们现在的老板也好 不管我们前总理也好 其实相对来讲 对我都给了蛮多的机会跟空间的发展 OK 接下来签赴我还要再继续 接下来下一个三十年 下一个里程碑 您给签赴还有自己什么样的愿景跟气息 签赴这家公司 尤其是我谈签赴精密好了 因为它是以所谓 关键零组件的整合制造服务开始 做关键零组件的整合制造服务 其实回过头来 其实第一个其实要满足的是客户 当然客户以外其实员工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 当然有好的员工 你才会有好的产品 但应该有满意的员工 你才会有满意的客户 所以这一件 这个相对的来说 我觉得在做这种 关键零组件的整合制造服务来讲 如何去在第一时间年 快速的反映客户的需求 然后跟随客户的需求 去做一些及时性的调整 甚至包括我们现在 可能要是做的一些投资也好 其实这个都只是在让客户觉得 你能够是一个长期合作的伙伴 因为像我们的合作伙伴也好 客户也好 其实一旦合作之后 通常的时间都还蛮长久的 而且算非常稳定 当然这中间其实就是 第一个 在第一时间点 去满足客户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让客户觉得刚刚提到的 物超所值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 蛮重要一件事情 那往下走 因为产业会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会有什么样新的产业出来 坦白讲 我们现在都可能还不知道 是个未知数 还是 或者是我们还看不到 那 关注是这个整个产业趋势的发展 跟这个 能够及时去 有弹性跟能力去符合这样的一个产业趋势的变化 其实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公司应该保持 随时一定的弹性跟创新的能力 好 OK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总经理来跟我们做分享 也祝福您 祝福千富 谢谢 谢谢 谢谢佳玲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好 决设者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